绝对值要大于19 但是不能大于38 什么意思呢 它说有一个数目字的绝对值要大于19 但是不能大于38 那么就可以等于38 那么这里要算的数 它要算整数嘛 那么就包含正负的20 一直到正负的38 那么正负20到正负38总共有几个 如果说你不太理解 我刚刚有讲过说 请问1到3总共有几个 是不是有三个 你当然这样子算是很好算的 可是如果说2到4会有几个 你如果说用4减2 等于2 那就错了 那么你必须要这个减掉这个之后 还要再加1 为什么 比如说这里有两个 然后这里有四个 你如果说这四个减掉两个 那么你就会把这个2也把它减掉了 因为你要算的是2、3、4 所以你必须要4减2之后 你要再加1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是38减掉20 你还要再加1 才会有那么多组 38减掉20会等于18 然后会有19组 19组的正负等等 正负20啊什么之类的 意思是说这个地方呢 总共有19组 每一组是两个 所以总共会有几个呢 因为它说是整数 就包含正整数、负整数 所以我们说有38个 这38是19组 每一组有两个 所以是38的